我是一个贫困地区的女孩,今年23岁,一年前,我和村庄上的小姐妹们,一起来到了沿海地区打工。 在打工的工厂里,我认识了一个男孩,当时男孩25岁,我们不属于一见钟情,属于慢热情,因为我和他在一个车间里,基本上是天天见面,时间一长,我和他产生了感情。 他告诉我,他的老家风景美丽,他的父亲是当地的干部,母亲是教师,家里有一幢小洋楼。 春节的时候,我给父母打了电话,我在电话里对他们说,我找到了一个家里经济条件很好的男朋友,这个春节我不回家了,跟男朋友回家。 父母在电话里,听了我说的话后很高兴,我高高兴性跟着他来到了他的老家。 到了他的老家后,我大失所望,他的老家根本没有美丽的风景,他的父母都是老十八郊的农民,他的家里更没有小洋楼,只有三间旧把房和一个院子。 我哭着骂他,他请求我原谅,他说,他是真心爱我的,他之所以说谎,是因为害怕失去我,但是,我已经不相信他说的话了。 我对他说,我要回家,这个时候,他竟然将我身上的钱抢去了,日夜看着我,不准我走。 有一次,他到镇上买东西,叫他父母看着我,一个月后的一天傍晚,他喝醉了,半夜时分,他睡得像一头死猪,我悄悄下了床,找到了他藏的钱,我拿了一千元钱,然后悄悄打开房门,走了出去。 外面月光如银,他的父母正在熟睡,我翻出院墙,向镇上走去,我到了镇上后,天还没有亮,我在镇上转了一圈,发现一户人家的门口,停着一辆残疾车,我赶紧敲门,门打开后,一个中年男人问我,天还没有亮,你敲门干嘛,我说,我要去县城,你开车送我去吧。 中年男人想了想,然后对我说,我给我五十元钱,我开车送你去县城,我立即答应了,天亮后,坐上了去省城的客车,回到家里后,我扑到母亲的怀里痛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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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